再来看到是美国主要NBA 例行赛进入尾声 洛杉矶湖人很努力 想要考位季后赛 今天呢 他们对战印第安娜六马 两队上演了标分秀 还好湖人的两位主力 Anthony Davis 还有LeBron James 合力攻下了62分 中场是帮助球队 以150比145 收下了三连胜 而湖人也轟出 今年赛季的最高得分 石京大军在自家桌上 依赖火力超派的 印第安娜六马 今年赛季 胡人有一个魔咒 只要迪Angelo Russell不在 他们都会输球 赛前已经累积了零胜五块 如今迪勒这场比赛又不在 还好有一枚道人 Anthony Davis跳出来 第一节的一枚哥实在惊人 他在进去越来越去 一个人就后下了15分 多点开花的胡人 还有一位Austin Reeves 值得掌声鼓励 先看他这一球 被防守者卡死之后 来一记背后妙传 送给在外围埋伏的队友 而且这位Austin Reeves 不只是背后长眼睛 他的外围火力也是相当了不起 他全场轰定了25分 另外代替D-Low 先发上场的 Spencer Dean Reedy 也看定了26分 双方就这样 你轰我轰 大家一起轰 三节打完一队拿了99分 一队拿了116分 没完没了的标分大赛 全皇LaBron James 又决定接管比赛 又是助攻 又是三分球 要不然就是超卖力的 抢篮下空打 皇上跟AD乘程追击 合力砍下了62分 忽然最后总共拿下150分 先胜拿下145分的6码 打破本季单场最高得分 也打破罗咒 勇夺了三连胜 欢迎新闻留住男龄Trival吧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